韓國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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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地做著韓國泡菜 因為當年義賣的金額 都是拿來籌建慈母廟的基金 胡婕瑜二十歲來到台灣留學 當時連國語都不太流利 卻因為連續十年的夢境 讓他發願籌建媽祖廟 每天晚上都是很奇怪的一個夢 每一天 就韓國泡菜開始 蒲婕瑜當時還不懂中文 夢境裡似懂非懂 直到有天旅遊到了北港朝天宮 才恍然大悟 都有一天到了北港 我每天晚上來的都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樣子 才知道慢慢地一直在 自己一直追 追到這個叫媽祖 雖然夢境歷歷在目 但蒲婕瑜完全無法回應 直到一次開車 到台南新營旅遊出了重大車禍 車子全毀 他卻能全身而退 從此他開始有了報恩的想法 只不過身上只剩三十元 怎麼建廟 一個人說廟不是有錢來蓋 他要的是天下所有的人的心 把用氣疊 疊上來那個叫廟 所以要這樣子的一個大道理給我 所以讓我不得不往前走 為了籌建經費 大家從工地回收鐵丁變賣 做泡菜義賣 任何事蒲婕瑜輕力輕為 終於有了佔地一千兩百坪的慈母宮 2023年6月 蒲婕瑜首度將台灣媽祖廟分臨到韓國慶州 韓國人會一定會很神奇的眼神看 這是到底幹嘛呀 所以這樣子的話 剩下的媽祖婆會結這個音樂 那媽祖婆的準備就殺在這個韓國的地 蒲婕瑜成功將媽祖迎回韓國 發揚媽祖精神 在台灣也希望未來能投入新住民二代教育 推廣僧侶長照照 照顧更多族群 讓媽祖的慈悲大愛騙灑在這片土地